提到苏伟大部分球迷第一时间就会想起那句换苏伟 这源于CBA2011到2012赛季总决赛 广东和北京第四场 代表广东出战的苏伟登场之后表现低迷 但对于北京球迷来说 有苏伟在就是赢球的保障 换苏伟的口号从北京响起 迅速风靡全国 可能连苏伟自己都没有想到 他竟然会以这样一种方式 在一夜之间哄遍大江南北 除了笨拙与无厘头 很少有人记得他进过几次国家队 打过多少场总决赛 以及拿下过几个制胜的篮板和封盖 没有人关心这些 憨厚的长相笨拙的身手让他注定 不会成为球场的焦点 没有詹姆斯的天赋异禀 没有林舒豪的怀才不遇到机缘巧合 苏伟依靠着努力勤奋 再加上那一点不太明显的天赋 实现了属于自己的梦想 小学毕业的苏伟带着做运动员 拿金牌的梦想 走进了山东省日照式业余体校 成为一名皮划艇运动员 2002年苏伟被广东赛艇队选中 年仅13岁的他 懵懂地离开家乡 踏上南架的火车 按照当时广东赛艇队教练的说法 以苏伟的身体条件和吃苦耐劳的个性 将来成为亚洲冠军毫无问题 然而因为对篮球的热爱 苏伟不顾他人的反对 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放弃赛艇改打篮球 也正是这个决定改变了他的一生 在很多人球迷眼中 苏伟是一个球场上的喜剧演员 一场比赛天才的佐料 他是一些人口中的球场傻大哥 CBA的丑角 五大拥的常客 他的一些搞笑镜头 成为了球迷赛后的谈资 但这不是全部的苏伟 五次总冠军 两次总决赛亚军 入选过三届国家队 一次亚挺赛冠军 宏远的王朝时期 他是内线最重要的防守 2米12的身高 巅峰时期超过120公斤的体重 让他成为了球队防守力量型 外线最重要的一帐 无论是广东还是新疆 他在内线的防守 为球队外线节省了更多的体能 但是每次无论他进步多少 观众都只在乎那句换苏伟的口号 球迷只为一乐 但带给苏伟的压力 是前所未有的 不仅在CBA 在排球赛场中超 甚至NBA都有人打出换苏伟的标语 他没有做错声 只是因为一场不好的发挥 就成了球迷口中的吉祥物 短短的三个字 却有着极强的杀伤力 索性 苏伟熬过来了 苏伟知道自己天赋平平 所以他会用自己超乎寻常的努力弥补 也许这辈子他都不会成为一个明星球员 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称职的球员 虚伟和嘲笑在苏伟的职业生涯中 从未消失 未来还会继续 但是这个从来不会祭祷这个大格子 努力不一定成功 但用心努力的人一定值得尊敬 缓缓像一首朦胧诗